字幕提供 今天我終於要實現 我當作家的夢想了 因為我要去拜訪劉大哥 他今天要讓我體驗 印紗的工作 我今天可是準備了 圖紋並茂的星期一日記來了 而且今天只印不賣 不過我還是有 幫觀眾們謀福利的 我們今天會印製 部落大學校的專屬紀念品是什麼 我先別告訴你們 跟我一起來吧 劉大哥 這些到底是怎麼印刷出來的 而且還要裝訂成本 你可以告訴我嗎 因為很多流程太多了 那我們是不是直接去看比較快 我們直接去看嗎 要不然的話太多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 我們現在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印刷的流程 那印前這個部分就是設計 美工 那印中的部分呢就是落板打壓 那印後的部分是根據完成的作品 去找各種不同的機器來完成印刷 裝訂的工作 因為數位化的時代 科技越來越發達 所以這個部分呢就越來越簡化了 直接把印中和印前集中在一起 就可以直接印了 用一台機器 從印刷一直到裝訂就完成了 劉大哥 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開始做 我的星期日記的本子啊 那我們來做 趕快來做一日體驗 YEAH 那我準備排版喔 YEAH 看 拜電腦科技所賜 現在的排版工作真是非常輕鬆 只要滑鼠點一下 不論自行選擇 圖片的大小縮放 都可以馬上看到變化 甚至還有小花邊可以做裝飾喔 選擇太多 還真令人難以抉擇啊 Nika 你還是交給專業的美顛人士來決定吧 設計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輸出囉 劉大哥 你看 我已經排版好囉 對啊 看看 欸 不錯喔 做得不錯 很有天分 我們可以開始印刷了 真的嗎 我們可以去印刷了 劉大哥 這該不會是我們要印刷的機器吧 沒有錯 就是這一台 這跟我想像中的也太不一樣 也太壯觀了吧 因為這是最先進的數位印刷機 台灣第一台進來 真的假的 對 欸 檔案在裡面可以直接印嗎 你只要一紙就要定全均了 一紙 對 美麗就出來了 你的美麗就出來了 真的假的 那我要趕快試看看 這樣剛剛編排完成的檔案送入機器後 就開始實際印刷的工作 劉大哥說 這部機器不但可以輸出 還具有裝訂與封面的功能 從鏡紙到製作完成 中間都不需要經過人工 實在好厲害 沒多久 果然看見成品送出來了 剛剛排版的 這像不像香菇妹 對啊 怎麼那麼漂亮啊 很漂亮 怎麼那麼漂亮 用現代數位的印刷 它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這個印刷好好看喔 對啊… 好期待喔 可以把它做成一個本質耶 對啊 印刷完成 接下來要體驗的就是印後作業囉 第一副就是上膠膜 將印好的紙張 上一層薄薄的塑膠膜 不但可以保護印製出來的作品 也可以讓它更加閃亮喔 快點試試看 好 對 就這樣直接進去就可以了 直接進去就好了 欸 進去了耶 Nika 你果然有天分啊 你的作品已經閃閃發亮囉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上完膜的那樣子 喔 上完膜的紙 對… 那我們現在做下一個動作 是要壓痕的動作 壓痕 這邊右邊就是定位 對 它是定位龜 對 你定位好之後放下去 然後往下壓 對 對 對齊 欸…有咧 欸… 用這台機器把它每一個 滿一根內葉把它黏在一起 變成一根樹 這樣黏 對…這樣可以 然後… 然後… 然後往後推 這樣推 喔 它這樣就黏完一個 對 這樣黏完一葉 這樣把它撕掉 對… 對… 先把它拉回來 這樣對 這樣就完成我們一本書了 好… 那我現在還有兩個地方沒有採 上下還沒採 那我… 所以我上下讓你採一下 紅外線這邊 嗯… 所以定它的位置 讓你看它採到 採起來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是這樣子 這樣手按旁邊這邊 這邊 對 這個就那個 這樣按 對… 對… 你看那手絕對不會進去 你放心 因為它再進去之後 它採到就會停滯了 對 這樣非常的安全 哇… 剛剛都印好了耶 對… 剛剛我們奇果做出來的一本書 對啊 終於印好了 我們把那個後面的貼紙撕掉 把它的指板放上去 對 對 這當然才能夠完成一本相冊 我們再用這邊把它修掉那個角 好 就用這邊去把它的邊黏上去 對 黏起來了 這樣你的書完成 我們再把剛剛我們做好的 那個裡面那份書 黏上去就可以了 對 我一樣把這個有膠的量子撕掉 嗯 放上來 換個部分 然後正反面有兩個都撕掉 這樣就完成你的書了 哇 終於完成了